佛林寶 大家好我是法蘭榜 北京中醫大學中醫碩士物理治療師 同時也是職業中的推拿師 歡迎回到二十四節氣養生食料特別企劃這個單元 接下來的這個節氣是秋天的最後一個節氣了 秋天的雙醬 那到秋天尤其接近冬天這個時候 我們會更注重的我們身體這個養生的一個食料 我們會多攝取一些可以幫助我們在冬天度過寒冷的冬天 那些比較陽氣比較盛的 或是能夠促進我們血液循環的這些養生食料 那這次的養生食料我們要延伸上一集玫瑰四五吟裡面所提到的 今天我們要來繼續做有關於四五湯的一些便方的一個養生食料 我們都知道四五湯對女性朋友她的一個養顏美容有非常好的一個療效 然後對於養血調性這一方面也特別的一個有療效 但是你要我們的女性朋友或是說男性朋友當然也可以吃 就是幫助我們氣血循環可以這樣快加好的 這個有很多方面都可以幫忙都可以幫助到 但是我們要這些人一直吃這些中藥湯劑 或者說這個便方的茶飲玫瑰四五吟呢 總會吃膩吧 總會吃膩吧 那如果說我們要更好的攝取這樣子的一道好的一個養生的一個 食料的一個概念的東西進入到我們身體裡面的話呢 我們勢必要做一些有關於料理上面的調整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隆重的跟大家介紹這一道 有關於四五湯的創意料理 雞肉豆腐丸子做蔬菜食物湯 好 那不囉嗦我們先簡單的介紹一下食材 這個所使用的中藥是到中藥行裡面去跟中藥行要求的一個食物湯的配補 你可以要求食物湯的原方 那這邊我們增加我們這邊所使用的是食物湯的一個加減方 那除了原本的一個食物之外呢 還加了一個黃旗 枸杞 黑棗 然後這邊比較特別今天比較特別也加了一個合手物在裡面 可以增加那個湯口的韻味 所以我們今天是要來煮湯的 那湯的部分除了食物之外呢 我們還準備了番茄 馬鈴薯和紅蘿蔔 那當然如果說你有其他的一個蔬菜 比如說有洋蔥 或芹菜 其他之類的白蘿蔔 白蘿蔔比較不適合 其他的這些蔬菜一樣都可以加到這個蔬菜的食物湯的湯底裡面 那雞肉丸子的部分我們準備了200公克的雞里雞 然後搭配100公克的豬絞肉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100公克的板豆腐 然後再加兩顆蛋 然後做一些適量的調味 我們來把它做成雞肉丸子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一個食材介紹 那我們就開始進入製作的環節吧 再加一顆蛋餅 再加一顆蛋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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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這顆蛋熟 做了蘿蔔 stage下蛋熟 分成了 那我們首先來熬這個蔬菜食物湯 把它熬它的一個湯底出來 這個湯底呢,它可以做很多功用 比如說我們今天是拿來做這個 雞肉豆腐丸子 這個養生的雞肉豆腐丸子 假如我們今天這個蔬菜食物湯 我們把它量做的稍微多一點的話 你也可以把這個蔬菜食物湯 拿來當做我們火鍋的湯底 好,首先我們把這個番茄、馬鈴薯和紅蘿蔔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 然後把我們這個中藥黃瓶釀放進去 那我們在準備這個食物湯的同時呢 我們就來做我們的雞肉丸子 首先是大概一大匙的鹽 然後這個是白胡椒粉 可以放多一點沒關係 這個是西班牙紅椒粉 然後這個是黑胡椒粉 白胡椒、黑胡椒都要 然後最後這一個是 我們之前有用過的叫做蜜製十三香的五香粉 一樣也是一樣 少少的半匙就好了 也是提味用的 它裡面有很多的一個中藥的辛香料在裡面 最主要是提味用的 OK,一點點 那這邊就是我們今天準備的一個調味料的部分 那我們來把這個雞肉打成泥 然後把這些混合在一起 雞肉 然後我們把豆腐加進去 我們把豆腐加進去 我們把豆腐加進去 然後我們把豆腐加進去 那我們大概達到像這樣子的一個黏稠度就可以了 then you不要 麻煩 鱼 黄金 鱼 鱼 好,那我們把這個雞肉丸子都 雞肉豆腐丸子都煎熟了 那我們可以開始來擺盤 那這是剛才的鍋子 那我們用這個剛才的鍋子 我們來把這個 湯汁勾點芡 就是讓它有點稠度 那這時候我們來調點味 然後這個是松露鹽 那這就是我們的湯汁 OK啦 就可以把它開始組裝起來吧 好,謝謝 謝謝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我們今天吃的這個是 秋天的最後一道養生食料 這叫做 雞肉豆腐丸子做 蔬菜四神湯 我們上一個禮拜跟媽媽喝的那個玫瑰四神眼 那這次我們做了一些便方調味呢 做了雞肉丸子 豆腐雞肉丸子 那一人一個雞肉丸子 搭配一些下面湯的蔬菜湯的一個底料 有這個紅蘿蔔馬鈴薯還有番茄 那幫忙分配一下 調味呢我沒有用的很重 就只有最後湯汁的部分有加了一點點鬆綠鹽 那個有皮如果說你皮不吃的話可以把它挑掉 可以多吃一點那個多喝一點糖 等一下最後再加一點糖 我常常手腳冰冷 那那也是 你們三個應該都是喔 沒有喔 手腳很熱 手腳很熱喔 手腳秋冬比較容易冰冷的話 可以多吃一點湯 可以幫助你的那個 四肢 行氣活血 那雞肉丸子呢 我覺得這次可能打的比較紮實一點 試試看它的口感怎麼樣 應該也還好因為有加了豆腐 我們可以用那個湯匙切開就好 好 一樣也好番茄 那個丸子會很硬嗎 不會 跟我們上一次做的丸子吃起來感覺怎麼樣 這次的比較紮實 這次的也比較紮實喔 比上次的紮實喔 你夾起來就覺得它 蠻厚重的感覺 對啊 因為我可能打的比較細 打的比較細 它那整個會比較偏向有點貢板的那種感覺 根本就是球吧 應該應該應該 當初應該不要打太細的 因為我跟老時候把它攪均勻一點 所以就打的比較細 有味道嗎 丸子 裡面沒有 裡面沒有 我弄得很淡 有胡椒 它切不下去 是你沒力氣吧 換你講 真的 有那麼硬嗎 非常的厚實 這樣才能會飽啊 我們去吃雞肉可以幫助我們養生 要不要看一下它真的 它像貢丸嗎 對啊 它的切面超像貢丸 而且比貢丸還要密實耶 我可能就真的打太細了 我們上一次做的會比較鬆散一點 可以是用機器打的 就打太密實了 上一次是用手打的對不對 就是雞肉貢丸 吃吃看應該味道還不錯 應該吃得出來裡面有一點點調味吧 有胡椒 嗯哼 有一點煙燻的感覺嗎 有 煙燻的感覺是那個西班牙紅椒粉 紅椒 因為你可能有加豆腐 對啊加豆腐 所以它不會 就是感覺 雖然切下去好像很硬 可是 吃起來還好 吃起來還好 是軟的 是鬆軟的 OK 看起來很扎實就對了 但是實際上它沒有到那麼扎實 而且不會乾啊 不會乾彩 然後 然後搭配湯汁呢 可能要沾著那個湯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湯 我們有稍微把它弄得比較濃稠一點 那如果說你湯不夠的話 可以再加一點湯試試看 就一點菜 一點湯 然後一點雞肉丸子 吃起來怎麼樣 很薄 很薄 湯的感覺呢 跟我們上一次吃的玫瑰似乎鱗 感覺有一樣嗎 跟我們上一次吃的玫瑰似乎鱗 跟我們不一樣啊 吃起來比較更豐富一點 我覺得它比較單純一點 這個比較單純一點 就是你不會像玫瑰似乎鱗 喔 我以為你在說那個 我們自己做的那個 自己做的 我沒有說四瘦的那種 我以為在做四瘦 嗯 跟我們自己做的那種感覺 這比較淡吧 對 這個水加的比較多 水加的比較多 然後又有蔬菜的一個果甜在裡面 嗯嗯 蔬菜的甜味在裡面 你就不會覺得好像在吃醬油 就有點類似像吃藥膳 火鍋湯皮那種感覺 嗯 嗯 應該蠻清爽的嘛 然後調味我沒有調得很重 有松露鹽的味道嗎 我有加松露鹽 沒有 有吃到菌菇的味道嗎 沒有 菇類的味道 沒有沒有 調得剛剛好 所以粉加不夠 呃 加不夠 妳還要再加一點嗎 太過了 好吃嗎 欸我問妳們一直吃一直吃 吃很快耶 妹妹咧 怎麼樣 妳吃起來覺得怎麼樣 妳不喜歡 喜歡 喜歡 啊 吃起來感覺怎麼樣 簡單介紹一下 讓妳再吃 妳願不願意再吃 冬天我可能會 今年冬天我們會 多煮幾次 多煮幾次這種東西 嗯 因為 哥哥需要補一下 今年的冬天可能會比較難一點 然後 事物型氣活血嘛 然後可以調精補血 男生不需要調精啊 但是也需要補血 這沒有什麼好笑的 因為 雖然說這個女生 吃的功效會更好一點 但是 男生吃的話 也可以幫助我們的四肢暖和 補充一個血液 那吃了之後會變漂亮 氣色會變好 臉色會變紅潤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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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色很好 嗯 不過已經有人會吃完了 呵呵呵 要不要再來一點 飽了 真的嗎 因為有這麼紮實嗎 有啊 這真的很紮實 啊那個整個素菜湯的感覺 整體來演 搭配嗎 我這樣子整體的一個創意的發想 到最後的成品結果 你們覺得 是搭配的嗎 我覺得加紅蘿蔔有點奇怪 加紅蘿蔔有點奇怪 其實紅蘿蔔它也有補血的作用 加紅蘿蔔的感覺是因為 我原本是想加洋蔥和芹菜 可是洋蔥和芹菜 它又太稀釋 它那個湯汁的感覺會太稀釋 你加中藥補湯下去 尤其是洋蔥味跟中藥其實是不太合的 那那個紅蘿蔔的話 我就是可能稍微放多了一點 紅蘿蔔的味道會比較強 對 而且因為你比較大塊 所以你會覺得那個紅蘿蔔 吃起來那個 紅蘿蔔的味道很重 它的存在感太強 對 因為我已經覺得 我紅蘿蔔又切得比較多 因為整隻的紅蘿蔔都下去 可能稍微少量一點 可能會更好一點 就是不要那麼 那它存在感比較均淡一點 就會比較 那整體蔬菜 蔬菜似乎湯的感覺是不錯的 嗯 好吧 那以上就這樣子 我也肚子餓了 看你們吃得那麼快樂高興 我也來吃了 OK 都沒反應 好 記得訂閱 沒有啦 那個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掰掰 所以要記得 訂閱 分享 分享 打一打一打 好 我們下期見 掰掰 餓了我肚子餓了 看起來很美味 的 我們下期待 我們下期待 你應該會看 最大 的